嗨 大家好 我是妮可 我是咪咪 這次我們要分享的是 諾亞方舟的桌遊 它這一盒其實我覺得它是非常好收納的 而且針對小朋友 不管是幾 人家就四歲以上都可以玩 而且它在裡面還有一些小故事 還有認識動物 先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個小船 這樣子 還會長這樣 就是一個船的樣子 對 它後面就一個蓋子 就是要拔開 像這樣子拔開 就是這個口 把它拔開 把它打開 它裡面會有一個說明書 還有 一副牌卡 有一些動物 在這裡面喔 動物喔 然後記得要把這個組裝起來 它是兩個原本是分開的 所以要把它組裝起來 變這樣子一隻的 然後把這個船 把它弄這邊 有一個圓形把它套上去 有一個圓圓的 輕輕的放上去 這樣就好 它會有一點這樣子 搖晃 就是要讓小朋友的專注力 就可以練習平衡 對 沒錯 說明書 它裡面也有就是教 很多的動物 它的特色在哪裡 比如說日豬 後來呢 火雞啊 鴕鳥 還有碗熊 還有食以獸很多 所以這些動物都在這一包裡面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諾亞方舟 它就是有一組 支架一組 它動物的卡牌 動物卡牌有50張 那動物的模型也有50個喔 那這一本裡面就是動物小百客啦 跟大家講一下要怎麼玩 對 首先先把動物 我們先把船放旁邊 對 先把魚子 它會有羊 沒關係 這個就不用一個一個介紹 它的動物裡面總共有50隻 那每一款的動物都會有兩個 所以你要先把它分類 那我最主要先跟大家講喔 它們每一個動物的體積重量都不一樣喔 像比如說大象 你們看到的大象 真實的大象真的很大 沒有錯 那相對的它的重量呢 也比其它的 例如 一個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 大家比較常看到的 拿豬好了 跟豬比較的話 它大象真的重量會比較重喔 它豬呢 重量就會比較輕 待會放上去這個諾亞方舟上面呢 你們就會知道說 它們的重量有差別差在哪裡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準備開始囉 所以呢 就是先把動物們都是兩隻兩隻分好 那牌卡的部分呢 請務必一定要收好 有少的話就是 就要再找囉 它的牌卡就是這樣子 還蠻多的 就是這樣在洗牌一樣好了 洗牌的方式都很簡單 你想怎麼洗就怎麼洗 好 就是洗得乾淨 好 它這個玩的人數啊 基本上可以 還蠻多人可以一起玩 對 一到兩個人 玩也很好 就是三個人喔 那基本上呢 一到多人參與都沒有問題 那最適合遊玩這個遊戲的話 就是三歲以上 那我女兒現在的話 是已經六歲了 所以我就是想說 買一些桌遊好玩的 可以在家裡面就是 專注力 就是除了就是訓練小生兒 專注力以外呢 還有用動動他們的小手 去學習平衡 要怎麼樣去讓這個方舟平衡下來 因為喔 方舟就是這樣子搖搖晃晃的 那每一個動物的重量都不一樣 所以呢 看你要放哪裡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你要放哪一個動物 不是由你決定喔 是 會有卡 對你抽到哪一張 就是要放哪一張 對沒錯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囉 好 你先 對 那 那 遊戲的規則就是 玩到最後 看哪一個人 整個倒掉了 那個人就是算輸了 那沒有關係 就是看誰收集到的動物 越多 那個人就是輸家 好沒關係 這個都是遊戲好玩就好了 好嗎 那換媽媽了 我是斑馬 在這裡 斑馬 我用躺的好了 可以用躺 好 好 呃 環尾狐 有 狐猴 狐猴 這個 這個是環尾狐猴 那我呢還是 你換斑馬 嗯 我覺得剛開始我們就有點危險了 耶 媽媽真的穿住你 好 咦 馬 馬 馬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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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模沒有在這裡這裡 你們要看到馬來模嗎 這裡這裡 唉唷 超痛 我的是長頸路 不一定 不一定要讓動物 一定都要站著 但是站不穩的話可以用躺的喔 就像你睡覺這樣子躺的 應該啊 很多 呵 哼 呦 沒倒耶 呃 又是這個 又是你啊 我要是這個 好 拿給你 鴨嘴獸 鴨嘴獸在這裡 鴨嘴獸在這裡 鴨嘴獸 好 火雞 火雞是這個 那我的是綿羊 因為剛剛掉下來了 有綿羊 嘿 你每次都要用它 因為這個站不穩啊 會不會先從哪 呃 北極熊 北極熊 這個也是重量級的 我的天啊 噢噢噢噢 你不要動到喔 重量級的 只要船沒有翻都不算 好 這樣子就是了 我輸了 但是因為動物都混在一起了 對 好 我們再一次 這邊的牌 先收回來 換我了 我是贏的 馬來摩 馬來摩 馬來摩這裡這裡 馬來摩這裡 大蝦 怎麼電話可以不穩著啊 不要放那麼邊邊吧 你要試試看 每個角度試試看 好吧 大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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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沒有看過大蝦 豬 豬 豬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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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那個牌卡就是 蠻特別的 就是有特別設計 就是中文還有 它就寫大蝦 它就寫說大蝦 旁邊都有寫注音符號 那小朋友就可以剛好可以學習 那另外下面呢 就是有英文跟日文 所以它就是 算是可以算是說 多元化的學習 就是你一邊玩也可以一邊學習 一些不同的語言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但是我認真覺得 如果它這個卡 如果它是有做那個防水設計的話 可能會更好 因為 因為畢竟這個玩久了 會 會髒掉 破損是正常的啦 但是 因為畢竟有跟小朋友玩啊 可能玩太激烈 可能會碰到水 還是喝飲料 打翻了 這樣就有點小可惜 這是我自己個人 覺得一個小小的缺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遊戲 就是非常適合大家一起玩 那之前呢 就是有跟 老公 我們三個人呢 就是爸爸媽媽 陪著小孩一起玩這個 真的是玩到 大家都有點 微微的快要那種 緊張刺激 後來呢 又很尷尬你知道 因為又不想要把對方害死 可是又必須要贏 所以又要把對方 逼到邊緣 啊但是因為抽到牌卡的動物 你不知道是哪一個 所以呢 就是好玩的地方出來這邊啦 欸剛剛你不是放豬了嗎 喔對 那你一樣小禮貌這個 你先拿的 就是這個 紫色的 有點紫紫的 紫紫的 巧魚 對啊 有點紫紫的 我在哪裡啊 這個 巧魚 這是巧魚 好換你 馬萊姆 啊 哈 大象 哈哈 還不敢看 那當然真的是 不好放欸 因為每次我們 我玩大象的時候 然後後來就是大象 呵呵 我不是 你給我把我放回去 你可以我放回去 喔哇賽 你看我把大象放上去了 哈 剛剛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一樣啊 不好意思啊 這很像 我是黃鼠狼 黃鼠狼給我看一下 我把你打一下黃鼠狼 我把這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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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鼠狼很小欸 對啊 五尾熊 五尾熊那邊 小熊貓 小熊貓 小熊貓在這裡 大家現在都在排 排排排 排這邊 要扶平了 要扶平了 豬 我是美洲歡 美洲歡 美洲歡 是這個 這邊 喔 你說了 應該沒動到嗎 我沒有動到 我要這樣子的時候 有動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Ending Ending就是結束 我要結尾啦 那 美美妳覺得好玩嗎 好玩 但是有點刺激 那妳會不會想要推薦給妳的同學 我但是 同學可以來我家玩 來妳家玩也沒問題 那也可以推薦同學 自己家裡面也可以就是買一組 跟爸爸媽媽或是阿公一起玩 尤其是就是 特殊節日節慶啊 可以很多人團聚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 不管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 玩這個都非常的有趣 對就是完全是不分年齡的 而且這也沒有特別說 需要有一些 特別難的那種觀念 基本上就是可能平衡啊 他想說 欸妳的 拿到動物的重量 妳應該要放在哪裡 要怎麼樣 所以就算是一個訓練自己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 有蠻多種語言的 語言是沒有錯啦 對啊 就是全球首創的實體動物平衡遊戲喔 而且它是完全沒有年齡限制的 互動遊戲的玩法 那也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寓教與娛樂 那增進了親子關係 那也訓練了小朋友的小肌肉的發展 手部的 手部的小肌肉 那兒童呢 小朋友就算玩完了 他也可以自行的簡單收納 那我自己本身的話 就是不會把這個袋子丟掉啦 就是還會把動物就是 這樣子放進去裡面 就像剛開始 我怎麼樣打開它 就怎麼樣收進去 好 那你們有喜歡這一款 這一款 諾亞方舟的桌遊的話呢 不要忘記趕快去下面 影片下方有 資訊欄的位置 有詳細的資訊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們這個 影片的分享的話 不要忘記 點贊 還有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才可以獲得到 我們的影片最新的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